你会不会有一天 也像这个女人一样这样对我 我 永远不会 你知道我有多爱你 多在乎你的 除了我妈以外 还从来没有一个女人 敢这样打我 那个 我 永远不会 你知道我有多爱你 不是有句话吗 打开心骂是爱 爱这个字永远不会发生在我 跟那个女人身上 我要的东西已经得到了 从此我跟它毫无关系 小松 开快点 实际上 张媛带着孩子们在楼下玩 童啊 要不 咱们去求求栗种谋吧 你 你怎么离得开童童呢 童童从出生到现在 你一天都没离开过她 这李若萌要是把童童给接走了 这 这不等于要了你的命吗 别说你这个亲妈了 就是我这个干妈我也受不了啊 要不咱们去跟李若萌商量商量 去她家住一天 然后回来住一天 这孩子是你们两个人的 她也不能一个人都霸占了呀 童啊 我知道你心里边难过 可是你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啊 你总不能让童童看见你就这么伤心难过吧 童 妈妈 我们回来了 妈妈 妈妈 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呀 妈妈刚在眼睛里 飞了一只小飞虫进去 所以才红红的 妈妈 我帮你呼一呼好不好 现在好了吗 童童真棒 妈妈已经好多了 妈妈 以后再有虫子飞到你的眼睛里 你不用害怕 我帮你呼一呼 呼一呼就好了 童童乖 有童童在 妈妈就不害怕了 太晚了 咱们先回去吧 给他们公子俩多点时间 那我们先走了 有童童在 妈妈不怕 好孩子 每个好呢 我找了好几所学校 其中有一所我特别满意 那是一所国际学校 这小孩子不光在里面学习文化 还学习各种礼仪 像童童这种 在贫民窟里长大的孩子 一定要有专人调教 童童是人 现在童童人我们是赢回来了 可是童童的心呢 我们又不是买一个玩具 或者是娃娃 可以随便人人摆布 我们现在要做的 应该是想怎么样 才能让童童 可以接受我们两个 小孩子有什么思想 习惯了就好了 请不要把你以前 对我用的那一套 又顾忌重施 用在童童的身上 还有 不管怎么说 巫通毕竟是 童童的母亲 如果你不希望 你的孙子以后恨你的话 放手吧 你是在指责我 我现在只是在提醒你 好 童童长大了 想当什么呀 我想当解放军 为什么要当解放军啊 保护妈妈 童童真乖 那童童告诉妈妈 解放军是什么样子的呀 坚强勇敢 还会打仗 童童 解放军呢 要保卫祖国 保卫人民 童童 要听妈妈的话 当解放军都不能哭鼻子的 知道吗 知道了妈妈 乖 童童 你要记住 妈妈真的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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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爱你 童童也好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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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爱妈妈的 睡吧童童 把眼睛闭起来 妈妈给童童唱个儿歌好不好 好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他只有这个时间了 您看一下合不合适 你真的没事吗 没事 明天就是你一交为童童抚养权的日子 可不可以继续上诉 或者延期交出童童啊 法庭已经做出了裁决 不管后续要怎么处理 明天要交出童童 你放心 接下来我一定会替你想办法 你趁得住吗 你趁得住吗 我看 你明天还是不要去学校了 放心 我没事 李总 时间还没到 你看我要不要坚决 提前把童童接出来 为什么 今天是第一天正式接童童 我怕五通回来到试 喂 你很忙吗 一下午都不接电话 刚忙完 孩子呢 正在接 晚上回来吃饭 带孩子来见我 带孩子来见我